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本期教程呢小鱼儿将告诉大家 米金里的四个高级提示语的用法 那么对会图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来收藏这个视频 那如果说你是刚入门的一个米金里使用者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这期教程从入门到精通 本期教程呢主要教大家四个高级提示语 一组合电图 二替换关键字 三呢是一个关键字的一个权重 第四就是一个并列关键词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那很多朋友呢说进入了一个米金里的界面呢 不知道如何添加机器人 那这里呢小鱼儿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首先进来之后呢我们需要先添加一个服务器 先创建一个服务器 我们可以点左侧栏的这里呢有一个加号添加服务器 选中之后呢在这里呢点一个亲自创建 接下来呢点一个警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在这里呢你可以输入一个头像 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给你的服务器取一个名字 接下来呢就点一个创建 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器已经创建好了 这边呢你可以回到左侧栏 在这里呢找到我们刚才上传的这个头像 我们点击打开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创建的一个服务器 那在这里呢首先我们要添加一个机器人 你可以回到一个左侧栏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精力 你在左侧栏可以先找一下 有没有密精力的一个机器人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找一个 别人的服务器也好 这旁边你可以点一个进来看一下 那点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往上拉 这里面会出现一个密精力的一个机器人 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密精力的一个头像 我们可以把它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添加APP 那我们点一个添加 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呢添加至服务器 要把它添加到我们的服务器 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服务器 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服务器 这里我刚才我刚才写的一个小鱼儿 点一下 我这里点一个继续 那可以看到它会告诉你是否授权 我们这里直接点授权 这里再验证一下 已经添加成功了 我们前往小鱼儿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 笔经里的机器人呢他已经出现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里面绘图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们今天的一个高级提示语 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组合电图 什么叫组合电图呢 这里小鱼儿给大家科普一下 用一个花和一个美女呢组合起来 最后把它融合到一张图里面 那这个呢就叫组合电图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 首先呢要准备两张图片 你想让你想什么和什么把它们融合在一起 那这里呢你就可以提前把图片准备好 比如说这儿我是要把这个花和这个美女呢 组合在一起 那我们回到下面的输入框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一下 鼠标往上移来 这里有一个上传文件 我们点一下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的这个花给它打开 这个时候呢我还要把一个美女找到 当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进行一个组合电图也是可以的 那么上传之后呢按一个Enter键 接下来回到下面的输入框 这里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e 把两个图片链接呢给它粘贴下来 我们先放大第一个图片 那么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图片下方这里有个服务 复制电图网址 我们点一下就可以了 点击我们的鼠标左键 点完之后呢回到下面的Plant后面 我们把图片链接粘贴到里面 接着呢我们把美女打开 同样还是点这个复制电图网址 那这里如果说你的图片呢没有出现这个 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图片的网址 我们点在游览器中打开 那这个时候点一个鼠标的右键 这里呢复制图像链接 或者说呢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上面图片链接 全部复制粘贴到这里 这里同样空格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要让它 接下来我们要给一个新的提示词 关键词那就是 美女呢被花包围着 那这儿我们去翻译一下 这里我用的一个翻译工具呢 是一个谷歌翻译啊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 用咪尖利 直接用GPT 让它给你翻译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输入一个美女被花瓣包围 OK这里连贴 把我们的新的提示语这里空格一下 把它粘贴到这个后面 最后再输入我们的一个参数 再空格一下 杠杠AR1比1 当然这个AR后面还要空格一下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我们输入一个版本 杠杠V6 OK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电图提示语 那前面呢两个呢可以看到 那这个呢是花瓣的一个图片链接 那么这个呢是美女的一个图片链接 那后面这个呢是我们给的一个新的关键词 后面是我们的一个参数 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图 我们直接点击发送 那么如果说你刚刚使用一个密尽力 刚刚初学一个密尽力的 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呢 也可以在描述栏找到小鱼儿的知识星球 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那可以看到这个呢 OK图片已经出来了 这个就是被花瓣围绕的一个美女 这里呢你还可以替换成其他的风景 除了花还有一些公园啊森林 不同的背景 那么你都可以用这个组合电图来 让它们融合在一起 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换一种花 复制一下网址 那接下来呢我们给一个新的提示词 美女站在花朵前 那把我们的版本输入进去 这个呢就是美女呢 它是在花朵的前面 那这个呢可以看到 它是美女被花朵包围 我们可以通过两张图 再给它一个新的提示呢 让这两个最后来改变我们的一个图片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替换关键词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玫瑰花和一个美女 那我这里呢想把这个美女和图片 把这个美女呢和玫瑰花呢 那么这里呢我想把这个玫瑰花 给它替换成一个菊花 接下来要用到的呢就是一个替换关键词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功能 混合模板 我们只需要通过改关键词呢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呢回到一个输入框 在这里打一个斜杠 找到setting时啊就是一个设置 然后直接enter键发送 那么这个呢带了四个小黑点的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混合模板 我们需要把它打开 那才能进行一个创作 我们点一下 该交付失败 那么我们就再点一下 OK了 当它呈现成一个绿色的时候 代表我们已经把它打开了 接下来呢我们先放大一张图片 我们点U1 把这一张放大 这里呢我们点一个发生变化 这里呢一个微弱变化 一个强变化 那这两个呢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先点一个微弱的变化 这里面呢我们就要更换它的一个关键词 那我把原本的一个玫瑰花改成了一个菊花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复制这个提示语 那这里面我们直接把这前面的给它 所有的给它删掉 把这个关键词给它粘贴进去 这里控制一下提交 那我们再来试一个强变化 同样我们要把这里面所有的给它删除 把新的粘贴进去点一个提交 图片已经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一个弱变化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一个圆图可以看到 圆图里面是玫瑰花 经过我们的更换了关键词过后呢 玫瑰花换成了一个菊花 可以看到黄菊花 那这个呢菊花呢更加的明显了 这个是全都是黄色的一个菊花 但是人物呢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呢是一个强变化 那么这个是 这个呢是一个弱变化 它的菊花呢还有其他的颜色的 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到 我们的关键词呢已经替换成功了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权重 这就简单举个例子 当我们出现了当我们的一个描述词里面出现了两种动物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的一个关键词权重 可以看到我这里输入了一个猫和狗 但是结果呢因为它的权重不够了 它的图片上只出现了一个狗 下面当我更改了一个关键词的权重之后呢 可以看到猫和狗都同时出现了 那这个权重该怎么书写怎么用 那接下来我们又开始一起来操作 描述呢也有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密尽利的一个账号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购买 跟着我一起来操作 在这里呢关键词的一个权重呢 我们可以有两种展现方式 第一呢可以用一个逗号把它割开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双帽号给它割开 那这里呢我先给它试一个用逗号割开 这里呢我用逗号先来尝试一下 女孩小女孩复制一下 我们斜杠 直接输入到里面 那我们直接发送 可以看到它出现的呢全部都是一个小女孩 那这个呢是一个逗号隔开 那接下来我用一个双帽号给它隔开 直接发送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理解了我的意思 同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女人 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女孩 它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这个呢就是用一个双帽号来 用这个双帽号呢来代表这个关键词的一个权重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草莓蛋糕我们给它加一个权重 这里呢我们把它输入进来 我们在中间加一个冒号 一个草莓蛋糕 我们先就这样发送草莓蛋糕 我们再来加一个权重 草莓蛋糕中间我们给它一个双帽号 这个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一个权重 出现的就是一个草莓蛋糕啊 一个草莓上面放了很多蛋糕 当我们用一个帽号 给了它权重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有出现一个单独的草莓 和一个草莓蛋糕 那接下来呢你还可以给它们增加一个权重 怎么增加呢 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一面器 把这个草莓蛋糕给它粘贴下来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草莓蛋糕草莓的前面呢 冒号后面给它加一个2权重 那么这个权重的默认值呢是1 如果在你不给它权重的情况它默认是1 那我这里啊把这个草莓的权重加到了2蛋糕呢 就没有给它加权重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什么叫加权重 当我们加了权重之后呢 那我们这边呢就更重要了 这边呢它就比这个蛋糕更重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出现的图片呢 草莓就多了蛋糕少了可以看到 有的连蛋糕已经没有了 因为蛋糕它没有权重草莓的权重更重了 这里呢有出现蛋糕但是草莓更多蛋糕更少 所以谁的权重更多 那么它做图呢就会更偏向某一方面 那可以看到这个出现的 要想蛋糕的权重更重的话 我们可以给蛋糕添加一个双帽号 再给它一个权重 最后一个呢给大家讲一个并列关键词 什么叫并列关键词呢 你可以把关键词呢组合在一起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操作 那么我们正常的关键词呢 是这样子的 一只黄色的狗 一只黑色的狗 一只灰色的狗 我们要同时输入三遍 到密集图里面来进行一个绘图 那这里呢我们 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直接就 直接把它输入到一个关键词里面 一个提示语里面 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颜色词呢 给它放在一起 这里呢需要加入一个符号 加入我们的一个括号 中间需要一个豆号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组合关键词 那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去 就是一只黄色黑色灰色 这里直接把它粘贴到里面 这里它问你是不是要 画三只颜色的狗 那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个yes 那可以看到原本我们要输入三次的一个提示语 我们就一次就把它全部都输入了 并且呢它给我们绘了三 绘了三 三种颜色的狗了 都把我们已经画出来了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并列关键词 当然你还可以用于其他的一些提示语里面 那这个并列关键词除了可以这样用之外呢 还可以还有另外一种用法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回到密尽里的一个官网 那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呢我们找到一个并列提示 那这里你可以输入其他的 比如说这里一个菠萝鸟 还有一个蓝莓鸟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红毛丹 还有一个香蕉 那你可以把这几个呢组合在一起 直接发送给它 那它会同时给你生出这样几组图片出来 那除了这个呢 你还可以用于一个参数的变化 比如说你这里需要一个3比2 1比1或者2比3 1比2的 那同样你用这个符号呢 把它包含起来 那它就会给你得出四个不同尺寸的一个图片 那再往下呢 你还可以用于一个版本 比如说你要一个威武版的 也要一个动漫风格的 还有另外一种风格的 那同样你把这个关键词给它输入到一起 它给你做出来几种不同风格的一个图片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并列关键词的一个使用 好了今天呢小鱼呢 几种四种高级提示语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描述栏有一个便宜合注的链接 那么如果说你还想学习更多的一些米经理教程的话 那你还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